就是这个API profile 我没有写录的帽 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 所以说 这种问题也避免不了 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犯一次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大家只能通过一些 比如说跟隆代码 一些方式来去查 恰好是这个问题 我是一恍惚就看到了 就是看了几分钟 没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一恍惚就看到 说少了个录的帽 然后加上录的帽之后 我们再去运行 OK没有问题 对吧 好那我们就把代码 看一下DIF 加了一个用户名 其他的是加了一个文件 然后把代码给弄一下 根源主页单元测试 那我们把这个分支给提一下 OK那 然后这一部分 这个根源主页这部分 代码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按照之前的惯例 把这个master分支 切回来之后拉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 mod上这个future profile这个分支 好 然后把这个master 就贴一下 然后这一张的代码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就这样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简单的总结 内容也比较少 其实你分不住的话 就这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路由和模板 第二我们加载更多 第三部分呢 是单约测试 路由和模板呢 这块最主要的就是 后端渲染数据 这块花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个根源主页的第一页 第一页微博列表和用户信息 全是从后端渲染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SSR 然后完事加载更多 加载更多呢 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 第一个我们要把那个 Pain index传进去 就是这个页数传进去 然后呢 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要经过一些分析 说我们应该返回一个 RTML自乎串 不应该把这个模板的工作 交给前端来做 应该后端来做 所以说这块是需要一些 多加思考的一些事情 单约测试也没有什么问题 单约测试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才还犯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低级错误 但后来也马上改过来了 OK那这就是 整个个人主页这一部分的代码 就算是写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个 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那个微博广场页 微博广场页比个人主页 还要简单一些 所以我们就 接下来就做那个页面